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事吗 叶暑伟 你凭 你 你凭什么让我给你道歉啊 洛天 没想到我被耳朵深藏不露啊 还带那个什么男朋友上节目秀恩爱呢 你没看到吗 走了 东东 实在是不好意思啦 不了 给钱给钱啊 给给给 你装 看看这是不是你家贝耳朵 我家贝耳朵上电视了 是吧 我看看 这不是贝耳朵吗 他不是幼儿媒的老师 这也 这看也不像有权能啊 自秦时是什么呀 木槿啊 二位 疯了 都疯了 你们俩现在太火了知道了 这个节目收拾率都上天了 赶紧把这合同签了 千万你们就是大明星了 叫他继续给我演讲经历 他愿意吗 叶大神 我跟您说实话 耳朵 他现在要去日本留学 他现在急需要钱 你们把这期节目做了 然后我们就双赢好不好 来 二多来 我不签 不 不是 叶大神 你打赌不是 输了吗 是 我们是要求 二位就做一期就完了 但是 这 这个平台认可二位了吗 有点 有人需要向我道歉 你 我为什么要向你道歉啊 我没做错是吗 我这人不爱废话 二路 你别着急 再想想 再想想 在公众面前对不起我 就要在公众面前向我道歉 就算我配音差也没事 都是自己人 我跟你说啊 你说那些面试的人可真傻 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高兴的 反正也轮不到他们 几天非常感谢你来帮我们面试 您客气了 个人拙见 却三十四号被耳朵 挺不错的 这个 刚才最后这个姑娘 是我们老总的侄女 老总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既然如此 今天为什么还找我呢 夏宜啊 你的生育 对公司的形象 是有好处的 这边可以结束了 你们可以离开了 谢谢大家 这边请 这边请 我是三十四号被耳朵 我是三十四号被耳朵 我觉得您是否应该公布一下面试成绩啊 让我们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非常抱歉这位面试者 现在面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感谢你能来参与 还有一个女配 我们感谢你能来参与 过两天 大家都散了吧 这边请 绝对没问题 芮芮 什么芮芮 女配角的名字叫芮芮 你可不要惹我 我可不是普通人 你普通话都说不好 当然不用什么普通话 你信不信 我让公司奉杀你啊 你赶紧来奉杀我 这种公司请我来 我都不会来的 这位小姐 你说什么呢 她就是嫉妒我被选中了 在这儿无限 真是臭人多作怪 臭人多作怪 我说你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 我们就叫保安了 你 就让一下 你又是那个面试官吧 我记得你的声音 三十四号吧 我也记得你的声音 我说你啊 声音也挺好听的 长得吧 也像个好人 但为什么要做这种 无耻的事情呢 我做了什么 我们这些人 每天这么努力地 学习这些偏音技巧 就是为了得到 这样的工作机会 你们要走后门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你们 根本不愿意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 面试的表演呢 喂 小个子 别在这儿无众生有 就因为你们这种关系 就可以这么有恃无恐吗 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没有事啊 我是要记住你 以后有你的地方 我坚决不去面试 有志气 你叫什么 贝尔多 来啊 封烧我呀 你 回到配音间 在当事者面前向我道歉 恢复我名誉 想你 går 指导是 小叶 你怎么来了 有个人有句话 想对你们说 我 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接受你的道歉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